Hello,大家好 那之前我已经跟大家实现了关于about这一块的操作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一下 我们是不是应该来玩一下文件 包括新建打开保存和另存为这相关的操作了 是吧 好,那如果要打开这块操作 我们先一个个来 我们假想一下需求它的实现应该怎么样 在新建上面我们应该是点了它 弹出一个文件的 应该是点了它之后就直接去新建这样一个文件 对不对 然后在这个地方原来的地方就应该清空 比方说这里原来会有一个文件操作 那都应该清空 对吧 然后这整个text的内容应该清空 还有打开操作的话 我们也是应该弹出一个对话框 对吧 一个文件的打开的对话框 当选择了具体的文件之后 我们应该把原来这块内容给清空 加载新的这样一个文件的内容进来 同时在这个地方 我们会去显示当前的这个文件的文件名称 对吧 好 那我们就当另存的话 这个比较简单了 直接把这块给它保存了 对吧 那也应该是有一个文件保存的这个对话框 那好 我们在这些功能的实现上 我们来想象一下 我就先以 先以打开吧 为例 先以打开为例 来给大家做一个实现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怎么样来做 那刚才我就分析到了 在这个打开文件的这个过程中 它需要有这样一个文件的这样一个对话框 对不对 需要有 需要有可能会用到我们的文件的这个打开的操作 可能会用到我们text的这样一个插入文本的这样一些操作 所以我们就来试一下 怎么样才来去实现到它 那所以在这块我们还要去扩展一些知识 我们来看一下官网文档 我们来看一下file.log 我们实际上是有一个类库叫tkfile.log 那这样一个类库 那它就会有一个 你看这会有一个方法叫askopenfilename 打开文件的名称 那么它的表现形式就是这个样子 表现形式就这样子 那么当然会传入一些参数 比方说默认的有哪些参数呢 比方说默认的扩展名 对吧 我们可以比方说是打开text的文本 就是默认的这样一扩展名 还有文件类型是什么样子的 还有初始化的目录 初始化的文件名等等 还有它的一些title 所以这个文件的打开的这个操作 其实上其实呢是非常简单的 其实是非常简单的 那除了这个打开操作 我们后面也会用到 这还有一个asksave as这样一个操作 就是保存文件 所以这两个操作就是我们后面 这一栏的菜单的主要操作 好我们来玩一下 现在我们来试一下 我们来完成这样一个文档 先实现它的这样一个打开 那么所以其实我们也是要找到 它对应这个命令 我们那块open的这个菜单是在哪里呢 我们找一下打开 OK在这对吧 所以我们给它设立一下 嗯 呦 command等于open 好这样一个函数 我们把这个函数在上面定 进行一个定义 def open 这样一个函数 那么这个open函数 我们给它做一个定义之后呢 实际上在这个地方 大家注意一下 就是我们是不是可以给它 做一个什么样的文件呢 因为这个文件我打开了之后 我可能还会给它进行另存 另外的保存 所以我希望这个文件名 它是一个全局的 明白我的意思吧 所以我希望我的文件名 应该是全局的一个变量 而在Pathom里面 我们要用到全局的变量 我们需要一个方式 就是我先给它在上面 进行一个定义 这里教一下大家定义 全局变量 一个file name 然后我在这个open的地方 我要用它的时候 会用到global 这样一个关键词 file name 这个就是使用一个全局变量了 OK 好 那么当其其余的 我们可能会用到我们的tk file dog 对吧 这个我刚刚已经说了 我们就直接用好了 除了这个 这个我们还会用到谁呢 还会用到我们的OS 就是文件目录 跟文件目录访问的操作 我们会用到OS类裤 这个都是我们的python的系统的标准类裤 好吧 好 然后我们现在就定义它了之后 我们就用来获取一下文件的名称 我们第二用askopenfile name 找到这儿 这就是我们刚才的file dialog 那个类裤所用到几个函数 对不对 然后我们给它设计一个参数 default default extension 默认扩展名等于.text txt吧 好 这样一个我们就给它实现了这样一个默认扩展名的这样一个打开 然后我们判断一下 如果如果它没有去选择 就是或者说如果它等于空的时候怎么办 那我们就给它设置一下它为空啊 在python里面空就是用lun来表示 这个类似于别的语言的new 对吧 类似这个是类似的 好 我们在这儿用lun 否则的话 我们就应该干嘛呢 我们就应该把它加载到我们的title上面 所以我们就会用到root.title 我们去给它设置一下这个title 是什么呢 呃 file name 打开的文件 好 好 应该是自负串 呦 我键盘有点小问题啊 时不时的会 断电 file name ok 然后我们后面跟上 跟上一个 比方说 跟上一个什么呢 跟上一个 os 就是我们用os的path 这个在我们的jango配置里面也会用到 base name 这个函数 然后file name 好 得到它的实际的这样一个路径 然后这个时候我们可能还想做一些操作 就是有可能我在打开的时候 原来这个里面是有些正文的 对不对 然后我点打开的时候 我是希望干嘛呢 我是不是希望说清空它这里面的正文 并且插入新的正文 对吧 好 所以我要清空它 对不对 那么就要textpan的点 清空怎么样来玩呢 这有一个操作叫delete 删除我们的text里面的所有的内容 这里我会用一个这个 1.0 逗号 end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好 我们现在来又扩展一点知识 我们来学习一下 关于text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操作 那text是我们典型的一个widget 我们就直接进入到text的来看就行了 关于text这个widget 因为它是一个批量文本的这样一个显示 我们来看一下 它会有很多的一些设置 但是重点我们可能会有几种这样一个 去定位它的一个索引的这个格式 一个是line column 就是行和列 行和列之间用逗号来分隔 然后这个是行逗号end 然后这个是插入 还有当前位置 还有这个就是整个text文本的结束位置 还有用户定义的标签 还有某一个标签的first和标签的last 就头和尾 就是选择项 选择的first和选择last等等等等 那我们这里为一个例子 比方说我们输入了1.0 这个代表什么呢 是不是就是第一行的第0个列 也就是最开头 对不对 也就是最开头的这个意思 所以1.0往往就代表着 我们整段文本的最开头 OK end呢就代表整段文本的结束 就这么简单的一个例子 看没有 所以你看我们可以去用它去进行插入 但我们也可以用它去进行删除 这是某一段字符串的first首字母和last就是尾字母 所以那好 跟它相关的操作会有哪些呢 除了我们的这个之外 我们还会有一些像 我们来看一下 所以一定要善用官方的这个文档 你看insert 这这就有一个实例 对不对 这就有插入的操作 这有删除的操作 还会有什么得到值的操作 用get的方式得到它的这个证文内容 这个就只得到所有的这个证文内容 对吧 然后得到值就用get OK markget就是得到某一块的这个值的操作 还有什么呢 我们再来看一下 好 还有查询的操作 是不是就把我们后面要用到的就都用到了 对吧 好 那么现在回过头来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我这样子来玩 是不是就相当于删除这个text里面的从头到尾 就这么简单 对不对 因为是第一行的第零列嘛 这个大家能够理解 好吧 好 那我们下面就进行一个文件的这个open操作 那么file等于open 我们这个文件的open操作实际上在以前都讲过了 这个跟跟c元的下面的open操作是类似的 我们就打开这个文件 用读 只读的方式来打开它 然后我们的textpad去插入这段文本的内容 插入从哪里插入呢 从最开头插入到这个文本的所有内容 就read 然后把这个文件close掉 关闭 这就是一个最简单的文本读取操作的这个代码 这个没什么好说的 我们之前的课程的课程项目也都进行过相应的这个练习了 OK 当然这个open的话 这个要跟大家说一下 因为open是什么呢 open是我们的一个系统函数 文件操作类库是在系统函数类库里面的 所以我们注意一下 我们这个函数是不是自定义的也叫open 是不是会跟它重复啊 所以我们给它改个名字好吧 我们叫open file 然后那所以同理就相当不要跟系统关键词同名嘛 对不对 所以同理我们是不是应该 我们的菜单跑哪去了 这也应该给它改成open file 对吧 好 那同样的我的ture bar上面的这个菜单 也给它加上command 等于open file OK 好 关于open我们就完成了 我们来测试一下效果好吧 run一下 先把这个关闭啊 我们来run一下 然后我们来open一下 打开 你看真的弹出来了 对不对 然后我们随便点一个吧 ture bar点击open OK 你看内容是不是就完全加载过来了 包括原来有的内容它都给删掉了 而且我们在它的title上面设定了一下 叫filename 名字叫ture bar.py 对不对 好 我再来打开一下 我用这个ture bar来打开 我再新建一个 打开这个文档 你看原来的是不是又不见了 现在新建的又出来了 所以这样子就实现了我们的open OK 所以大家下来演练一下 我做一个总结 就是在这个里面 我们实际上是用到几个知识点 第一会用到了file dog 然后用到了os文件路径 用到了我们的文件 就是读取操作 就是open这个函数 然后还用到了谁呢 还用到了我们的text的一些基本操作 比方说delete和insert 所以这几块内容 大家可以去官网系统的再把它学习一遍 然后对这个例子你就会清楚的更多了 OK 那这堂课我们就讲到这里 欢迎订阅